哎呀,今天的海边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 但是这个太阳确实丝毫不见了 确实见不着太阳了今天 这是下午了 从这个视频的角度可以看到 就是从阳光从这个云朵当中的缝隙中射出来的这个光柱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啊 就是刚刚这个云彩过了 我发现这边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啊 一到下午四五点钟 这个阳光准时准点的消失 然后被这个乌云所笼盖 哎呀,这是什么原理啊 还是这个时候就特定这样的 现在我遇到一个咱们东北老哥 说出了这个海滩岛这边房地产的实情啊 说的的确是挺有依据吧 就是我觉得跟我看到我所 我所看到的我觉得是保持一致的 真的是像他所说那样子 当时这个地方的房子我记着 那时候便宜的时候 六好 one thousand Pipilts 那时候还不仅的钱 那是小共云吧 那是三千多了 当那儿来就 300万千了 是这两百万ordum 有穴子弃在那边 他妈只有掉的鱼呢 没有长延下 对啊 我这几个楼往里掉 它都往上涨了现在 对吧 你这个楼 只有我能够装五百万 我能掉到三百万到四百万之前 我能涨不见 就这些手楼 这就烧烤烤了 对 就比如说现在买 基本上开钱买啊 那是 这些能卖就是 烧烤烤烤啊 现在你要是往下掉的情况下 你三万那楼吧 你现在掉到两万五 你掉到两万能不能有人敢接啊 谁敢伸手就告我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老哥说的的确是这样 给我的感觉也是那种有市无价的那种感觉 虽然说有价格在 但是成交价一定是很低 今天呢我去看房子的时候 遇到一个咱们东北的大姐 也是跟我这么说的 说别看新房很贵 但是二手房的确要便宜很多 举个例子吧 就是这边的新房 约是在三万块钱到两万七左右 但是二手房最多最多 也就是在两万块钱一左右 不会说差太多 但是呢 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挣钱 所谓的挣钱是什么 就是人家买的很早 人家在16年的时候 第一点的时候七八千 人家买的 人家现在卖两万 还会有成交 如果说你现在去买 花三万块钱去买 再想卖二手房 但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很钱吧 拜拜